受到天鹅台风的影响 交通部航港局表示 预估交通船今天将会停航56班次 而国内外班机目前都是正常飞航的 民航局也表示 在周五或周六 各航空公司会再开会来公告 是不是会停飞 不过今天早上 蓝宇的航空站已经停飞了 第一班的航班了 而停航了这56班次交通船 包括了苏澳花莲两班 基隆马祖两班 台中平潭一班 高雄马公两班 布袋马公四班 后壁湖到蓝宇有四班 富岡蓝宇有四班 另外富岡到绿岛有十七班 以及东港琉球有二十班 而国内外班机目前都是正常飞航 不过蓝宇今天第一班的飞机 是已经停飞 民众可以向航空公司来确认 有没有停飞的情况